说到2014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優,大家会想到谁呢? 当年造成日本AV界轰动的新人菊梨沙,用2014年最红女優来形容绝不为过, 她不只是长得漂亮,胸前波涛汹涌,就连下半身又黑又硬的肛毛都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。 而且不只是条件很好,更重要的是,当骗子上市后她就被引迷发现是AKB48的研究生高松慧里, 在日本影迷向来无法抵挡艺人下海的威力下,就算菊梨沙在AKB48的大家庭中并不出名,一样试图杀AV界。 而片商一连颤的设计除了让大家欣赏到她美妙的动体被男優玩弄外,更彻底地探测她的演出底线。 不只在第五支作品就大玩危险性行为,到了第六支,也是她最后一支作品时,更是直接用麻生尝试SM的侵略代演出, 因为在当时所有偶像团体出身的女游中,演出数一数二独特,再加上菊梨沙始终不曾在众人面前现身。 让她浑身上下都是让人想一看究竟的神秘感,在短短的六支作品后她几乎成了AV界的传奇。 在当年所造成的轰动,连天后仓景空都要对她敬畏三分。 从害羞的Debut到设计桥段,让男優玩弄那偶像般的肉体,甚至无套玩喜危险性动作和SM的情节演出, 仿佛想呈现少女偶像被百般玩弄的感觉。 而且在当年的排行仅仅已有9支作品就登上了亚军。 要知道,冠军的上员亚一是已超过300支的作品量才占上第一, 可以知道菊梨沙多么受到粉丝的喜爱,可以说走红程度甚至不输给当初拒绝她的AKB48。 然而,在席卷AV界短短半年后,菊梨沙宣布隐退, 留下的是片商的错愕和粉丝的不舍。 之后曾经在一次小钢珠店的活动中短暂现身,想不到再看到她的消息时, 竟然是在某家专民外送服务的印章网络名单,上面写得很清楚。 化名为锦上玛里的她曾经是大型偶像的团体成员,而且还是个黑发美人, 再加上身高及胸围提供比对,日本相名轻易地把搜索范围缩到最小,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,这位锦上玛里的收费超级贵, 120分钟的服务竟然要加70万日币,也就是21万台币, 怎么看似乎都只有菊梨沙有这个条件。 而在网络上传出消息后,立刻就有日本网友写出试用心得, 她说菊梨沙有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, 优点是她不抽烟,不会一开口就有味道, 也不用怕小弟弟会有烟味,但缺点就是价格实在太贵。 以新鲜人的月薪大概20万日币出头来算, 这可是彻底清空户头的一炮, 但由于她出现的时间真的太短, 至今也留下了一连颤的谜团, 不知道未来有消息会是什么时候, 也带给了菊梨沙的隐秘无数想象空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